我要請教你 你任內稅收有超收 但是要請教你喔 你任內到底是中華民國的台證 變好了還是變他了 基本上相對是比較穩健的啦 至少我把這個 因為稅收 經濟成長然後稅收 數值然後能夠 有多餘的稅收來實質的販債 因為過去總預算裡面所編列的 強制環本都是 幾薪環救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我們總預算所編列的強制環本 都是用 實實在在的環本沒有幾薪 你任內 到今天好了 債務 中央政府總債務一年以上 這樣增加多少 實質的 對 實際的 到目前為止 五兆 你跟我講你任內增加多少嗎 任內大概增加 應該是 兩千 不到兩千億啦 我的印象中兩千多億 兩千多億 因為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五兆三千八百多億 那我 這樣增加 兩千億對不對 是 你曉不曉得 蔡政府任內 編了 多項的 這個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常態化 你曉不曉得 蔡政府編了特別預算總數多少你知道嗎 兩個八千四百億嘛 這個紓困特別預算八千四百億 總共是兩兆 一千億 是 那我再問你這兩兆一千億裡面執行到現在 已經借了多少 已經借了應該因為我們的 透過 國庫的 調配基本上 從債務的競爭家來看 對 基本上 就是說特別預算裡面當然有借 你要真正的問題喔 對對對 我跟委員講 比如說這個這個紓困特別預算的 不是紓困 蔡政府的 特別預算 到目前為止 兩兆一千多億 你現在借了多少 八千八百多億 八千 大概八千九吧 八千 對不對 那還多少呢 還一兆二要借 部長 你這離開時間是對的 我的結論是 你這時候是對的 你還一兆兩千多億 那特別預算已經過了 還要借的 所以你 照理講你任內 債務增加多少 一兆四千億 沒有啦 沒有 一兆五千億 委員那個是 預算數啦 但是你執行的結果不一定增加那麼多 我們董預算裡面 比如說明年的董預算是赤字 前幾年的董預算有些也是赤字 但是最後執行結果我是稅收 超過預算數 結果反而變成稅數 大一稅出 部長我跟妳做最後的 就是 蔡政府編了 這些特別預算 兩兆一千億裡面 現在已經實現借的是八千八百億對不對 是目前已經借了 那 還有 其他的 一到三千多億 未來 會看 操縱就不用借嘛 萬一沒有操縱就不用借 對不對 所以說沒操縱要借呢 對 如果沒有稅數 稅數沒有剩餘的話就是要借 所以部長 你說任內 只有借 兩千億 那沒關係 一到三給下一任 委員 競爭家啦 對啊 競爭家 競爭家兩千億嘛 有借有還嗎 最後競爭家 好謝謝 謝謝委員 曾委員我給你報告一個數字 財政部從一百零七年到一百一十年總共償還了三千七百億 但是他們沒有講 新增的債務七千兩百六十七億 實質竟增加 這前面這四年 三千五百六十七億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答錯啊 我剛才念的數字 你們的數字喔 就是 就是蔡總統上任到 今年九月底為止 大概是增加了三千 三千多億吧 你剛才兩千億啊不是嗎 那個 委員是問我說上任之後 你上任 對